那麼Google表單的部分其實也蠻好用的 像我現在很多做同學的問卷調查 或像我們禮拜五要去台中技術學院 旁邊有一個創客中心 就是我們那個叫做勞動力發展組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在他們隔壁 我們要去那邊看創客基地 他有3D列印、3D雷射切割機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做問卷 去了解一下說同學要不要參加的情形 然後怎麼去 好那你看一下我們這個 現在其實Google表單能夠做的也蠻多 而且他最近有改版 最近有改版 我們先看一下這種問卷好了 點到這裡 像我去中正那邊或一些延期 我們問卷現在都是直接做在上面 好就直接做 現在比較流行這種嘛 就是這種 急速的對不對 12345的 然後呢有什麼問題放進去放進去 這樣就好了 那他好處是他可以很多的 所謂的提醒 提醒可以整合在一起 那麼如果呢你都做好了之後呢 通常我這個會公開 所以我會把那個回應栽要把它秀出來 那麼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誰對整個一個調查的情形 其實馬上就知道了 也不用統計嘛 其實事實上做問卷調查最累的 是在做統計 哈哈哈哈 對吧 因為收回來了 那一刻才知道 沉重的負擔嘛 哈哈 因為你要開始對對對 然後手動這樣弄 結果很煩啊 對不對 好 統計反而比較沒有什麼態度 所以你看 所有的內容是不是都馬上就看到了 我們就一目了然 我們要的是這樣的東西 那中間那個過程 電腦幫我們完成 就Google表單幫我們完成 所以 這邊呢 他真正整理出來之後 實際上是一個什麼 Ease of the檔案 就我們講的Google市站表 因為這個表我沒有公開 所以我就先收起來 好 那你看其他的 我上課的也是一樣 期末的 可以是單元的 或者是某一個課程的 有沒有 你看我期末的時候 我就問一下同學 看看他對於我們這些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一樣的 我就點過去 回應栽要 馬上就知道同學 對學哪一個教材有興趣 其實有時候我們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困難的就是什麼 你說你的 學生在下面也都很低頭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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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因為高中以上應該手機 哈哈哈哈 所以有時候老師上的會很沒有力 是因為怎樣 石頭丟過去 完全沒有任何回應嘛 啊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也可以 也可以增加我們一些回饋 我們會比較知道說 我們上課應該要怎麼做改進 好怎麼改進 讓他們覺得比較有興趣一點 好比較有興趣 所以其實另外有一個那個 翻轉學習的工具 他現在是用手機APP的 也就是真的不在什麼 電腦教室上課的 那每個人手機就拿出來 公開拿出來 哈哈 那你就上課的時候 老師問什麼問題 就在手機上回答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好 OK 所以老師 但是您稍微看過這樣的一個概念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問卷應該還是好用吧 對不對 當然他現在還可以做到就是說 比如說 你今天回答的A這一題之後 他根據你回答的選項不同 就跳到不同的什麼 好 題目去 我們常在外面做問卷 會有這種情形對不對 選擇A 請往繼續往 第幾題走 好 那他也有這樣的功能 那麼 Google表單呢 您進到這個雲端硬碟裡面來 就 您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您就可以從這邊新增 從這裡暫時分享 好 我從這裡新增 好像沒看到 你再更多 有沒有看到Google表單 好 從這裡點進來 因為他現在有新版 我現在是在新版 我不知道各位的 你們在哪一個版本 都新的 都新的喔 你把它那麼快就升級了 老師你好 好狠喔 你們 老師在用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有更新了 舊版本 從這裡逃走 有看到嗎 如果你覺得不習慣的 你可以隨時回到舊版本 舊版本是這樣 因為新版本剛才用的時候會有點不太習慣 會有點不太習慣 所以看你啦 如果你想要再回去你就按這裡 繼續體驗它就回去了 但是呢 因為老師用的是教育版的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每次常常容易這個忘記的 因為預設是這樣 所以只有有登錄這個Google網域的 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您記得一定要把這個地方 如果您是要公開給學生 直接填的 這個一定要記得勾掉 也就是說 不需要登錄的 就直接看得到 好 那這個呢 題目的部分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題目部分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順便 給老師看一下 新版本那邊怎麼設定 我先針對舊版本 舊版本這邊 那題目的內容 他可以管理者那邊先直接申請 對 他如果是管理者 可以 就是從帳號那邊直接做 那 您可以看到 這些類型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我們剛剛比較常見 所謂的 拼量尺度 就是在這邊 不過拼量尺度這邊 我建議各位老師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平常我們都是 1到5比較多 但是最好寫一下 1是什麼意思 5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發現 我們在做問卷調查 滿意度 1跟5 有的覺得5是最滿意 有的覺得1是最滿意 結果 我們在看的時候 想說奇怪 怎麼有那個 那麼不滿意的 像我們在那個 這邊就有 想說奇怪 怎麼偶爾都會有出現 那一兩個很不滿意的 才知道原來他存錯了 好存錯了 因為整路下來就是他都是不滿意的 所以還是滿建議老師 就是如果您真的在做的時候 在這邊有沒有 剛剛那個標籤就顯示這樣 不要就是只有12345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霧田的機會比較少 好 那這是一個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 這裡 好 比如說我這邊有一個 好 好 好問題1 OK 那如果一定要回答 這個就勾起來 這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麼第二個呢 第二題第三題 我通常就直接複製 假設同類型的 好 同類型我們就直接複製 好 這也是一樣完成 那麼 好了之後呢 在下面這邊 一樣可以增加 那我們其實呢 如果你單純只有填表單 有時候比較枯燥一點 甚至有些時候 老師要拿來當做測驗的話 可能會有什麼 影片題 題目題 有沒有 就是圖片題 那麼 您可以透過這邊 有沒有 新增圖片跟影片 他可以 所以如果說 可能我們的 整體的一個題目 我是出在上面 然後下面才是什麼 這個題組 我們講的那個題組 就是 看這張圖片或者這個說明 然後針對他去做回答這些問題的 你可以用 這個 或這個 好 那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加上圖片好了 你就可以自己去選擇 或者你透過搜尋的 還是你雲端硬碟的 反正這些都整合在一起 好 都整合在一起喔 所以 我看一下最近修改的 好 假設這個 你看我同學的座友 通通都丟在上面 同學有做的那些作品啊 我上課的也被PO上去了 OK 所以 真的啦 那個空間無限就不要客氣 就把它用上去 那調整順序我們就按著它往上 往上就好了 或者我把這個丟下來 丟丟丟丟 丟丟丟上來了 因為這張圖片比較大 哈哈 點到它我稍微縮小一點 好 我先完成 再來丟 好這樣可以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在同一個 裡面喔 所以你就可以再問問題 那相對的 其他的也是一樣 那麼 如果說 假設 我再增加一題喔 增加一題是那個 單選的好了 單選的 好 好 單選題呢 如果萬一它點了 這是選項一 然後呢 再來是選項二 好 那麼如果說它點了這個之後 它可能要去不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依據 答案前往相關頁面 那這個呢 你如果勾起來 你會多一個選項 多一個選項 所以我們剛剛講 就是你回答A 我要跳到哪裡 但是你要跳之前 你看 它的後面選項 一個呢 是跳到哪裡 下一個頁面 一個就直接 送出來 可是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 什麼叫其他的選擇 我先把它完成喔 我們看一下 你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 除了分頁還有一個叫區段 對不對 區段標題就是像我們 A A群組 B群組 比如說這是 A群組 然後 我再跳 我再增加一個 B群組 好 所以我現在回頭來 編輯這個 您看一下這裡 提交 好糟糕 因為我現在裡面沒有內容 好 你現在裡面沒有內容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就是 跳到不一樣的 跳到無標題表單 因為下面這個應該還有 不用複製了 複製 好 完成 移到這邊 OK 還沒有出現 根據下一頁 應該不是不是 這裡我想一下 這是我有弄錯的 有一個分頁 可以 這個是問 還是在這邊 好 應該 這個我把它拿掉好了 這裡 然後這個我再複製一個 V群組 這樣子 這樣子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 這樣就有 有沒有 好 你就可以根據你的那個區段 去做 回答 好 他回答哪一題 那原則上呢 這邊做好了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邊 查看即時表單 這個 OK 你就可以看到 那麼 當然您覺得不滿意 可以變更主題 好 變更主題 我想這個老師比較 之前有用過 應該是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麼 主要是在哪裡 在這邊 回應的什麼 目的地 回應的目的地 預設的話 如果您是新建的 那麼 他會在有人回應的時候 才產生那個 Excel的那個 試算表 好 如果您覺得您想要先產生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選擇新的 預設都是新的 那這個部分 會根據您的標題 好 根據您的標題 原則上會在您表單 同一個目錄下 自動產生 好 自動產生出來 這個大概是 我們在使用 就是 之前版本 的一個 一個大概的方式 這樣老師有沒有問題 反正現有版本是這樣 不過 有一個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什麼 如果說 假設我今天做好這個 對不對 那調查完了 我可能另外一個班級 還要再做一個 所以 我們常常會做一件事情 在這邊做一個複製 有沒有建立複本 可是這個時候要注意一下 因為 預設他的回應表單的位置 建立還是同一個 對不對 所以 請進來之後 這個就是要特別小心 然後 就是從這邊 有沒有 變更回應 這個一定要做 不然的話你會發現 他就寫到原來那個 那個地方去了 這有時候是我們在 用新的資訊表 對對 你要用新的資訊表 不然他就變成說 在你原來的直接做 在原來的直接做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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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